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 祝我们又能够来读你的话语 了解你的话 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开启我们 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 求你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 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历你奇妙的作为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 Amen 让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八到第二十六节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 有一个管会堂主管来 向他下跪说 我女儿刚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会活过来 耶稣就起来跟他去 门徒也跟着去 这时有一个女人 患了精血不止的病有十二年 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碎子 因为他心里说 我只要摸他的衣裳 就会痊愈 耶稣转过来 看见他就说 女儿放心 你的心救了你 从那时起 这女人就痊愈了 耶稣到了会堂主管的家里 看见吹鼓手 和乱哄哄的一群人 就说 退去吧 这女人不是死了 而是睡着了 他们就嘲笑他 众人被砍出后 耶稣就进去 拉着女孩的手 女孩就起来了 于是 这消息传遍了那地方 弟兄姐妹 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 马太他记载这个故事 是比其他的福音书 更加的精简 那从其他的福音书 我们知道 这个会堂主管 他的名字叫做 雅鲁 这个会堂主管 他是管理犹太人 会堂的人 他的职责呢 并不是教导 也不是传道 那他是管理和会堂 一切有关系的事物 他也是安排崇拜的程序的人 那他安排 随来读圣经 随来主领祷告 随来传讲信息 那这个人 其实是在犹太教的里面 有崇高的地位的人 这样高地位的人 他却来到耶稣的面前 跪下求耶稣说 求耶稣帮助他 医治他的女儿 因为他的女儿刚刚死了 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的人 在求耶稣 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 我相信 他在这个的犹太教的里面 他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 他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求耶稣 他必定已经想尽了办法 做尽了所有的东西 到最后都没有办法 女儿还是死了 他实在是求告无门了 最后就来求耶稣 耶稣必定是他 最后的一个盼望了 那其实这个人的心情 非常的大 他相信耶稣 可以使他的女儿 从死里复活过来 后来耶稣就跟着他 去到他的家里面 去到他的家里面 就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 骨手和乱哄哄的一群人 这些人 他们是一些专业酷伤者 那个时代做伤事的时候 特别的请人来 为这个死人哀悼被动的 所以这些是专业的人 被请来来哭的 为死人哭的 那耶稣到他的家的时候 就叫这些人你们出去 这些女孩不是死了 她是睡了 大家都在嘲笑耶稣 而耶稣进到去 拉着女孩的手 这女孩就起来了 这女孩从死里复活 我们感谢主 主就是有这样大的 一个的能力 不只是医治病人 他还能够使死人复活 而在耶稣 他去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家的途中 在途中就杀出了一个患病的女人 这个的女人就从耶稣得到超自然的医治 这个女人 她是患了精血不止的病 有12年 这个病是血肉病 这个病是让人痛苦又羞耻的一个病 患这样子的一个病的人 在摩西律法的里面 是被视为不洁净的病 而这女人所躺过的床 坐过的椅子 摸过的东西 都会变成不洁净的 这女人也不能够到圣殿的里面去敬拜上帝 也不能够靠近人 她是不能够在人群的当中的 所以这个女人 其实她更加的不应该在人群的当中 还要去摸耶稣衣裳的睡子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根本这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病 是不能做的 这个的女人她已经花了很多的钱 看了很多的医生 相信她也吃了很多的药 尝试了很多的药方 又12年之久了 她好想这个病好起来 可是结果没有过效 弟兄姐妹 你生过病吗 如果你生了12年的病 你看了12年的医生 然后你一直看医生 你都很盼望能够好 可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好 我相信这个女人来到那个地步 其实都已经失望了很多次 已经灰心气馁了 心中的确是有极大的痛苦 这个的女人 她想要来求耶稣医治她 可是她又不敢公开 光明正大的来求耶稣 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病 她的确不能够来到人群的当中 她只能够做的就是 是暗暗地求耶稣 是在没有让别人知道 也没有让耶稣知道 她要求耶稣来医治她 然后她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她觉得我只要摸到耶稣这个医生的碎子 我的病就会好起来 那个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是根据这个的律法的规定 他们在他们的外袍的这个视角 就有那个的碎子 这个碎子是用来提醒他们自己来去遵行律法的 那耶稣那个时候 她的这个的外袍也有那个的碎子 那其实这个女人的信心呢 是没有根据的 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也没有教她 你这样子的摸耶稣的衣裳的碎子就可以得医治 耶稣也没有告诉她 你这样子做就会得医治 可是她这个信心就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我摸她我就能够得医治 我就能够从耶稣得医治 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办法是她自己想出来的 她还是对耶稣有信心 而神还是怜悯还是恩待她 上帝知道她的痛苦 上帝听她的祈求 上帝就按她自认为可以得医治的方式 从耶稣得到医治 当她摸耶稣的衣裳碎子 在另外一本福音书记载 耶稣那个时候就立刻感觉到有能力从她的身上出去 而耶稣就停下来 就刻意的问 谁摸我 其实那个时候 有一大堆的人在耶稣的周围 一定有很多人碰到耶稣 耶稣问这个问题是很奇怪的 可是这个女人就知道耶稣是要找她 这女人就承认是她摸耶稣 耶稣为什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耶稣是要故意的让这个女人在众人的面前说出事情 在众人的面前让人知道她已经得到了医治 她的病已经痊愈了 好叫她以后呢 可以就不再过这些与人各觉的生活 不再被人排测 不需要过这些羞耻的生活了 弟兄姐妹,我们的生真好 她明白这个女人的需要 她明白这个管会堂的那个人的心 她知道出那种的忧伤 好想自己的女儿好起来 弟兄姐妹,从这两件医治的事 我们看到神的医治 我们看见神的慈爱 我们看见上帝的怜悯 弟兄姐妹,这两个医治的事件 他们都是到处求医治 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求到了耶稣 然后他们从耶稣得到了医治 当我们面对人生各种的困难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尝试了很多很多的办法了 来寻求耶稣 耶稣一定能够有办法 不要自己解决 把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 学习去依靠耶稣 而女孩的父亲求耶稣 她对耶稣有信心 这个血落病的女人 对耶稣也有信心 求耶稣医治的人 对耶稣都有信心 我们今天来寻求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带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相信 我们那个一直没有办法 靠自己解决的问题 可以靠着耶稣而解决 弟兄姐妹,我想要问你 你现在有面对你解决不到的问题吗? 你已经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了 都不能了 你相信耶稣可以解决你这个 又大又难的问题吗? 你面对这些的问题 你曾经有把这些的问题 带到耶稣的面前求告他 或者是带到耶稣的面前求告他 不只求告一次 要求告很多次 当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一直不断的祷告 弟兄姐妹 现在你就凭信心的来到耶稣的面前 把你那个解决不到的问题 来求告他 求他来帮助你 你要相信他可以帮助 这两个的人 管会堂的女孩 和这个的血肉病的女人 他今天一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慈爱 联敏对你 要给你恩典 他一样的能够帮助你 弟兄姐妹 你要凭着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来求告他 相信 你那个一直不断的 自己解决了好多年的问题 尝试了好多的方法都解决不到的 上帝会带领你 去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 如果神不是这个时候 来帮助你去解决 上帝他必定会垂听你的祷告 而他有他的办法 他有他的计划 求主来带领你 明白到他对你这件事的计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见这个管会堂的人 当他来求耶稣 你来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 耶稣你医治了他的女儿 当这个的患血漏病的女人 当他暗中的要来摸你的 那一个的衣裳碎指的时候 主啊 舍得主 你就超自然的医治了他 主啊 虽然他没有光明正大的来到你的面前 你知道我们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问题困难的当中 我们的感受 你知道患病的人的那种的痛苦 今天主啊 舍得主弟兄姐妹 也在面对着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解决不来的时候 主啊 舍得主 我们的心是沉重的 我们的心是痛苦的 主我们向你祷告 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 把我们那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求你 你来揭露 我们要求你 你来帮助 主我们要求你 主啊 舍得主来带领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你能够做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医治 主啊 我们的问题在你的面前一定不大 主啊 舍得主 这都是小问题 主啊 舍得主 我们要祈求你 主啊 让我们经历 你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祷告的 阿们 请你继续思考这经文如何应用在你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对你说话 主啊 舍得主啊 主啊 舍得主啊 主啊 舍得主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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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